复热中的上海终于迎来了今年第九号台风云雀 但是居然天气预报说对上海没有直接的影响 这台风云雀呢是在太平洋上生成的 台湾以东地区 目前的走势是直直的北上 一根直线向北 大概会在韩国登陆 在明天的时候会和上海 但是就这样 台风力度不够 外围的云雨都影响不到上海 折着上海 擦肩而过 但是今天我们外面看着风挺大的 这不是台风 所以在复热在高压的影响之下 下呢 上海还得热 热几天 这样热的天气 真的希望再多来几号